冬至 又称冬节 长至节 是中国传统的重要节日之一 这一天标志着冬季的开始 也是阴阳五行中阴气最旺 阳气最弱的一天 因此古人在这一天会有许多特殊的习俗和禁忌 在古代 冬至是一个祭祖的日子 古人认为祖先的灵魂会在冬至这一天回到家中 因此人们会在这一天进行祭祀 以表达对祖先的敬意和思念 此外 冬至还是一个团圆的日子 人们会与家人团聚 吃上美味的饺子 表达对家人的关爱 除了这些特殊的习俗外 冬至还有一个关于饮食的习俗吃冬至远 相传 汉武帝的时候 一位名叫贾公的老人告诉皇帝 今年冬至将会是一个大汉之年 皇帝非常害怕 于是命令大臣们四处寻找水源 最终大臣们在今天的位置找到了一处水源 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城墙附近 从此以后人们就将冬至这一天 设为干旱的玉井标志 在这一天喝冬至远 以祈求来年的丰收 今天虽然冬至的典故和饮食习俗已经有所不同 但它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节日 今天是冬至 古代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 这一天人们以独特的方式 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敬畏 在北方 冬至吃饺子是必不可少的习俗 饺子形状像耳朵 寓意着冬天不会动耳朵 也象征着坚韧不拔的意志 而在南方人们则会吃汤圆 象征着团团圆圆 寓意家庭和睦 幸福美满 冬至也是一个祭祖的节日 人们用各种食品祭祖 表达对祖先的敬意 感恩他们的养育之恩 同时冬至也是熟久寒天的开始 民间有九九小寒土记录熟久过程 寓意着寒冷的冬天即将过去 温暖的春天即将到来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庆祝 祈求来年平安 幸福 在这个冬至的日子里 我们感受到了暖心的传统 无论是吃饺子还是吃汤圆 都代表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 同时在祭祖这一环节 则表达了我们对祖先的敬意和感恩之情 这份暖心传统远远流长 历经千年至今仍然深受人们的喜爱和推崇 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暖心的传统 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冬至 让我们一起品味这份深厚的文化地域 感受这份独特的民族情感 一起度过这个充满温馨和希望的冬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